Hello 大家晚上好 这期视频呢是在上海 因为我现在刚逛完BW就超级的累 不打算出去 就早上在酒店里面 就随便的吃一家米其林一型餐厅 你要问为什么吃这家餐厅 而不是出去找同一生呢 一个是因为累 另外一个我现在住在文化东方酒店 然后酒店呢有送我100美金的代金券 就是相当于我吃这顿饭 可以减掉600多块钱 就很划算啊 相当于白嫖一顿米其林 那为什么不呢 大家看在我白天在BW跟你们玩捉迷藏那么累 晚上还要继续给你们上公拍视频的份上 给这个视频点个三连吧 求求啦 OK 我们现在出发去吃晚餐 我现在在BW根本没有吃午饭 就饿得要死 我们等会儿再三厅见 第一道凉菜 会点这个纯粹是因为想吃龙虾了 龙虾和醉鲁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东西 但是结合到一起之后 有种诡异的感觉 家里面在醉鲁的同时还额外加入了梅子 就是这种梅子微妙的酸味破坏了整道菜的平衡 同样是醉鲁 同样是米其林一星 永辅的醉鲁小龙虾调味可强太多了 当然可能跟小龙虾体型更小 更好入味有关 说到本帮菜 熏鱼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经典 西大餐厅由卢伊民主厨做顾问 熏鱼相比于传统 额外加上了茉莉花茶 平衡了熏鱼烧中的卤香 鱼的质感也非常棒 鲲鱼的肉质细腻且多汁 外皮酥脆 甜、咸、茶香之间绝妙的平衡 这个熏鱼的水平非常高 高到我不敢相信跟上一道龙虾 是出自同一个主厨设计的菜单 之后煮菜的肉菜 干衣红烧肉 有上海海派那味的 先是上海正统的红烧肉 浓油赤酱 肉质软烂 红烧肉稍显肥腻 离肥而不腻 还有着那么一点差距 上桌后喷上干衣 本以为会有点特别的香味 可惜干衣毫无存在感 如果说干衣是毫无存在感 那搭配的糖心蛋就是灾难 味精调味糖心蛋 跟浓油赤酱 肥腻的红烧肉丝毫不搭 吃过鲁煮厨的符合汇 我有点难以相信 这个红烧肉的搭配 是它设计出来的 Find Dining要会适当地做减法 并不是说不能增加复杂度 而是要摒弃多余的元素 比如说搭配甜甜的青豆 就跟红烧肉的味道非常搭 主食也是本房菜的经典 葱油拌面 葱香味浓郁 面条的软硬正合我口味 再加上虾干的咸鲜 不错的拌面 但是这一小碗68 好吧 整个吃下来一道菜好 一道菜普通 让我怀疑 我这是在吃米其林餐厅 还是在坐过山车 最后的甜品 是餐厅的招牌甜品之一 大白兔奶糖冰淇淋 明明之前的红烧肉 还在堆多余的元素 到了主甜品 却又做得这么简单 作为米其林一星的主甜品 实在是有点简单的过分了 大白兔冰淇淋 应该就是直接把奶糖化掉来做的 倒是做成兔子的形状 还挺可爱 全餐共花费人民币800出头 觉得值得 请来弹幕里发一 觉得不值得 请发二 OK 最后就回来快速的做个总结吧 这家餐厅的话 如果你问我 它能不能匹配上这个价格呢 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陆家嘴这个地带 它又是文化农方这个酒店 它肯定会存在着 非常夸张的溢价 我中断饭几个菜吃了800多块钱 按我说的话 如果我觉得它打个六折 算得上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价格 像我这样子 我直接减掉了600 就是减掉100美元的话 我其实就花200块钱 吃到了这样的菜 我认为是挺不错的 对吧 那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吃价格餐厅的话 最好的选择就是住价酒店 然后有它的100美金代金券 这样来吃才是比较划算的一个选择 而且你也不用出门 不用去哪里 就非常方便 非常轻松的 可以吃一顿晚餐 OK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 还请多多点赞 投币 收藏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